北昌社区文化关怀据点 每个星期六都安排各种丰富实用课程 让社区长辈一起来同乐 而在4月25号特别邀请到 东台湾新生活发展协会 来举办天然保湿乳霜DIY研习 厢长尤淑珍表示 在防疫期间 乡公所多多开办了天然精油手作保养品的课程 希望让大家的生活更健康又充实 星期六是北昌社区文化关怀据点的上课日 每个星期都有丰富精彩又有趣的课程 让社区长辈们快乐学习成长 4月25号邀请到 东台湾新生活发展协会 来举办天然保湿乳霜DIY研习 厢长尤淑珍表示 在防疫期间 乡公所多多开办天然精油手作保养品的课程 希望让大家的生活更健康又充实 缤纷吉安生活更有创意 我们吉安相公所提供经费的资源 恳请我们东台湾新生活发展协会 让我们来跟长辈做我们的乳液的DIY 而且是健康的乳液 最近因为我们疫情的关系 我们的双手在我们的酒精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 我们希望带来暖暖的美丽的 而且温柔的我们的护手酸跟乳液 来给长辈们带来暖暖的幸福 还有滋润的这样的一个心灵的感觉 看到长辈们的期待 而且这个宴席活动也是目前 在我们推广上面 属于比较新的活动 所以看到了长辈充满了期待的眼神 我们希望快乐的幸福的分子 可以在我们的长辈周遭来延伸 在这里有看到长辈的笑容 也就是我们吉安乡公社最大的成就感 东台湾新生活发展协会理事长郑成荣 带来了天然的植物香精和精油 与相当的比例和配方 教导老人家们如何制作天然的保湿乳霜 乡长邮淑珍也陪伴老大人们 一起来调配原料比例 同时还强调要绝对的卫生干净 制作出的保湿乳霜 才可以真正发挥保护皮肤 滋润肌肤的效果 大家认真学习 度过了一个欢乐又充实的周末假日 介续会吉安乡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火